第二次试题 关于碱的叙数下列何者正确 A氢氧化钠是白色固体对 俗称科技钠对 因为它会有腐蚀性是对的 但是它溶于水是放热不是吸热 所以选项A是错的 氨水有次因错位对 有杀菌作用对 吸湿后可以做加热清洁剂对 但是氨水是弱碱 它不是强碱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碱性水溶液可以使光是变成红色 是错的 黄氧氏的颜色是红橙黄绿蓝 越偏红色表示越酸 越偏蓝色表示越碱 所以碱性水溶液会使它呈现的是蓝色 而不是红色 所以选项C是错的 所以只有选项是诸是对的 这是所谓的碱的通性 碱的通性叫做摸起来有滑腻感 藏起来有色味 可以溶解脂肪跟油脂 所以第二次试题问我们说 关于碱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株 碱性水溶液可溶解油脂 摸起来有滑腻感